众所周知,犀牛和大象都是体型庞大的陆地动物,并且它们都是来自非洲草原的重量级选手,像它们都不是食肉群动物,但巨大的体型优势让它们少了很多天敌,那么如果犀牛和大象这两个重量级的生物对决,它们谁更厉害呢? 首先我们都知道,犀牛的体长一般在2-4米左右,体重最高可达到5吨,而大象它的身高也可以达到4米左右,体重在5吨左右,而大象中最大的非洲象,成年体重更是达到了精神的8吨,在草原上即使是狮子猎豹等捕虐高手,遇到大象也不敢贸然进犯,顺便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5吨犀牛大战5.5吨大象,场面失控,镜头记录惊险群过程,刚开始一群犀牛闯入到大象的领地, 大象自己的长鼻子驱赶犀牛,但犀牛却没有想要处理的意思,可见这一次犀牛的目的就是想要挑战大象,给大象来个下马威,但是跑到一起之后,犀牛才感受到了大象的庞大,毕竟人家陆地第一大生物也不是白叫的,大象的庞大是犀牛根本无法撼动的,平行庞大的大象,大的犀牛频频后退,犀牛最终知道大象的象牙也绝非只装饰品而已,犀牛的脚眼是很长,但面对大象还是差了一些, 大象和犀牛虽然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,但是受到讨信也不能是人宰割,看完这两个重量级的生物对决,很多人表示还是大象厉害些,对此大家怎么看?